日芬拿下 哈喽大家好吗 我叫阿姨 我前段时间去了一趟日本 然后终于把我心心念念的日芬背回来了 虽然没有买到我很喜欢的那个海文石的颜色 但是买的这个颜色我也挺喜欢的 也是蓝色的配色 但是比我的梦中情情颜色会深一点 真的不懂为什么这都要搞饥饿营销啊 然后我是在号称亚洲首家分的旗舰店买的 本来是想要人肉背回来的 但是我有很多朋友 包括旗舰店的售货员 听我说是春秋航空之后 都劝我要做好托运的准备 所以我也打消了背上飞机的念头 现在拿回来两天终于要开箱了 准备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开箱的过程 其实我还是有一点担心的 不知道这个国际航班的托运靠不靠谱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托运吉他 之前无论我做什么航班 我都是要求背上飞机的 但这次因为是跨国的 所以我也不敢 看起来还是挺延时的感觉 应该会没问题 当时提这个吉他赶路真的是把我累的有够惨的 30多度的天气 然后中途还辗转换了一次酒店 然后我拿着我用坏了的行李箱 以及一个买的新的行李箱 两个大28寸行李箱 再加上一个包着木箱子的电吉他 赶地铁 然后走路也走了很长一段 现在要看一下历尽千师万苦 跋山涉水拿回来的吉他 到底是怎样的 包的确实是挺好的 因为他们听说我是要去机场拖运的 所以又给加了一层泡沫纸 其实这个裙加上包装 也就才这么一点点超薄 我本来要是能背上飞机的话 我就不用背这么大一个箱子了 重死我了 希望没事 是好的 还行 没有什么问题 也还是好看的 就这一把我退而求其次的花 受会员小姐姐说 是当天早上才到店里的 然后唯一一把也被我买走了 不知道 喝到后面 他的补货情况到底是如何 反正我对这一波饥饿营销 真的是有一点无语 不过不管怎么说 还是买到了比较喜欢的琴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给大家弹电吉他听 我家已经有在努力练习了 而且买了新吉他之后 我再也没有借口说 之前的吉他不好弹 然后不想练琴了 好了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